肇事的就是這輛工程車 2月23號早上 直接撞擊鐵軌上的公園 造成兩死一傷 台鐵圍請高雄科技大學 鐵道技術中心研發 盜旁感測通知系統 加強安全防護 通常工作人員在路上 不會有任何車輛 車輛會避免 但你必須確定 如果車輛到路上 一般列車有很多感測設備 與行控通訊 所以相對安全 但工程車沒有 它的所有通訊都需要靠人為方法 如果通訊過程有失效或者遺漏 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狀況 提升工程車的安全 通知系統如一道防護牆 譬如說我們會在施工的環境 一公里或者是一公里以外 我們可以讓一個電子設備 就放在道盤旁邊就可以了 就簡單的擺放就可以了 它會感測列車有沒有經過 趕快列車有經過用紅外線遮罩 用震動波都可以來知道說 現在有沒有經過列車 一個叫工程車 一個叫列車 這兩個都會被通報 新開發的系統還能偵測到軌道 在兩毫米縫隙的一個斷裂狀況 進行掃描 顯示在工程車的駕駛儀表板 這裡面有幾個圖表 如果發生這一個 左右兩個軌道 它如果有發生斷軌 這邊會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 譬如說像這個是左邊斷軌 它這邊會有一個線下坡的一個線下 斷點的時候 它在做標 GPS會在這個地方 會做一個標誌 所以紅色的一個標誌點 就是有斷軌的一個線下 它能不能進去 這邊有一些相關的一些 高警系統 在駭警示系統原來在出產之前 要經過層層的嚴格把關 包括了恆溫恆濕 防水防潮 全島干擾 以及電磁波干擾的檢測 我們在車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槍體關起來 把電子設備放進隔離艙體 在完全沒有電磁波的空間 就可以看出這個電子設備的 電磁波有多強 有沒有超過安全值 我現在來到的是一個 電磁波的隔離艙體 那麼我現在把我的手機打開 音樂還有無線電麥克風 放進裡頭 完全聽不到聲音了 那麼電子設備在裡頭 就可以更精準的測試到 它是不受電磁波的干擾 瞧把隔離艙體的門關起來 顯示電磁波很低 當門一打開 儀表就出現了雜訊 電磁波就是會 從空氣中去做一個散發 用電磁場的方式 散到整個空氣中裡面去 那這種電磁波的干擾 其實是對於那種無線電 會做一個比較強的一個干涉 那這種干涉的話 很容易往往會造成 譬如說通訊上的一個異常 電磁設備也很怕粉塵 哇 測試啟動電磁設備被粉塵圍繞 若出現異常就要做防塵編碼 所謂的瞬間的一個 電磁設備因地質疑 濕度與溫度也以使用者的環境需求 來訂定標準 台灣是一個高潮溼又 就是一個雅熱帶的一個氣候 可是歐洲它是比較低冷跟乾燥 所以他們的電磁設備 為什麼常常到台灣來的時候 它都會比較對環境的耐受程度 都比較不會那麼好 台灣未處地震帶時常發生地震 列車與其電磁設備的震動波 也需要演算模擬 才能與地震的震度區隔 列車過去的時候 我們會帶感測器在列車上 去感測這樣的一個頻率 跟它的震動波 把這些震動波 我們可能就會輸入到電腦裡面去 或是電子設備 我們如果感測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頻率 它應該就是屬於一個列車 經過的一個高頻頻率 工程員員逐一測試鐵路系統 可能遭遇的各種環境 嚴格頻管 避免萬一